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一题要来分享的是 太极拳的权论里面 有一个叫做 十三世行功心结 它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卖步如猫行 我看了这句话 我就去问我太极拳 老师老师 可不可以教我们 怎么样卖步如猫行 老师想了很久 他说好像我们在太极拳里面 没有在教你如何走猫步 那我就仔细去推敲 那什么叫做猫步呢 上网去查了一些资料 然后也去看我们家的猫 看他在走路 还录下影片仔细观看 然后也上YouTube去查看 别人家的猫怎么在走路 我就发现了 这句话 卖步如猫行 他虽然用猫当作例子 所以猫长很小 我看他的走路是 平起平落平起平落平起平落 那因为猫长很小 相对我们的脚长 它小很多 而且猫四只脚 它支撑的体重是四到五公尺 所以平均一只脚 它支撑差不多一点多公斤 但我们人呢 我们人重很多 男生可能有六十几公斤以上 女生可能就差不多在四十几公斤 那我们算了平均一下好了 就算五十公斤 两只脚支撑五十公斤 每一只脚要支撑二十五公斤 猫长一只脚才支撑一公斤 这个差别太大 所以怎么可能是 脉步如猫行呢 那因为人的脚要支撑 比猫长重很多的体重 所以人的脚长比较大 不像猫长只有这样一点点而已 所以如果去观看猫走路 猫的脚长是平起平落平起平落 那我们人走路 我们就没办法这样 平起平落平起平落平起平落 所以观看黑皮书里面 它讲的很多动作呢 都是脚跟先着地 例如说我们的左棚 这个时候脚跟先着地 所以它并不是像猫长这样 你如果这样着地 然后再接我们的右棚 右棚 这个时候也是脚跟先着地 我就上网去看别人 去如何解释这句话 脉步如猫行 有人就说猫的走路是跨先动 反正太极拳 不管做什么解释 你只要讲说跨 那就对了 那他解释说猫走路是跨先动 我仔细去看那些 录像猫影片 猫怎么走路 老实说也很难说 猫到底有没有跨在走路 那我就自己练习了 我能不能用跨走路 我们平常用一只脚 重心摆了一只脚 去移动的时候 的确我可以去转动我的跨 去做身体的移动 但是如何用跨来走路呢 我突然便不会走路了 我怎么用跨来走路 知道吗 听起来很乖对不对 我们平常走路是这样子 我们平常走路 没有在训练说 你要用跨来走路 那我只去看猫走路那个影片 你很难去说呢 他是不是用跨在走路 你人的跨都很难分清楚 更何况猫四只脚的跨 我怎么去分清楚呢 所以我想古人写下这句话 脉步如猫行 不是真的是说 你太极拳走路 你移动步伐就要跟猫一样 它应该是个意境 也就是说呢 脉步如猫行 取其猫的清零 猫脚不踏下去 它甚至跑起来 完全没有身体 非常的轻盈 所以这个脉步如猫行 它其实动作的要力 取其轻盈 也就是说我们打拳架的时候 我虽然右棚是脚跟先着底 但是我要打起来 很轻盈 不要让人觉得说 哇 你身体很沉重 所以这个就是脉步如猫行 虽然说我们读古文上的拳经 有很多字 以我们现代人的知识看起来 你可能很难去看 但我自己在读轮理 我在读易经 我在读老子 庄子 上面的很多字 其实都是假借的 你不要以为说 它上面字 就写这样子 就是写这一 它其实很多是古文的假借 所以脉步如猫行 就是说我们在打拳的时候 全身要轻 不要有沉重感 让觉得你打起来 是很飘逸 是很轻松 例如说我们骑士打完 左棚 接右棚 同样在打驴几岸 你要让人家觉得说 哇 你打起来很轻盈 不是很沉重 用力打出去 哇 很沉重 很沉重 所以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你慢慢体会说 全面上面写的 它其实有很多 不要照字面上的意思 脉步如猫行 就是轻盈 脉步如猫行 就是很轻盈 打云首 很轻盈 这个就是脉步如猫行的意思 我们希望说这一集 有解释到这个字的含义 不相信的话 你也可以只是去看一下 猫走路的影片 它的脚掌正是平起平落 但是我们人 从人体攻学力量上来讲 我们没办法像猫一样 平起平落 而是我们要像猫一样 很轻盈 身体很轻盈 我们今天这一集 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